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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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就是最低 那正多正少 我随着时间我尽力吧 这个就简单了嘛 但是呢 如果有欲望 有一天你就不动了 比如说你们俩同时在那工作工作 你只是身处 他也是身处 但是有一天 突然老板给他加薪了 没给你加薪 然后老板 而且他加薪挣得很高 然后呢 他付出还没你多 然后呢 他买了汽车买了别墅 你那个欲望就比较 就那个欲望就出来了 凭什么 是吧 这个时候你就不是 工作就不是生存了 你就说这老板有问题 他为什么不给我加薪 但你忘了你初中 你去那个公司的目的是 想这一份工作养活自己 就是那个 就安不住那一个位置上了 你去那个公司是干啥的 现在你是说我去那个公司 我想要一份工作 然后生存 哇 如果你永远就是 只是求这个的话 那你很安心 在哪个公司里都很安心 而且你会越做越好 但是只是不知不觉你就求了 知道吧 求很多 然后呢 还有攀比啊 他付出的比我少 他挣的比我多 老板还经常表扬他 是不是 这个不舒服 你就觉得好像也不是我气量小 怎么就突然就安不住了 因为你忘记了你的初衷 你去那个公司干啥 你只要你记住 你去那个公司只是打一份工 就OK了 你不要求老板安排他 老板让他去给他提心 安排他去夸他 老板只有老板的道理 是吧 你是不知道的 知道吧 有些事你根本不知道 有些事在明面上你看见了 有些事你看不见 他跟老板的关系 你是不知道的 知道吧 人事有欲望的 真的是有所求 出源就求了 嗯 如果这个橘子不放在你面前 可能你永远不会想 突然放在你面前了 拿还是不拿 吃还是不吃 你就开始欲望来了 就在那话都不安了 但没有 你也就不想 你还觉得挺好的 我挺好的 没出源 出源 拿不拿就决定了因果 你拿是拿的因 你拿起来 那就拿的果报 你放下 有放下的果报 你自己想一想 我能否承受那个果 承受不了 那就不要拿 你能承受 拿起来没关系 台湾面对果报好了 所以选择就是这样的 当然还有一个 如果你是个休息人 还有第三种选择 就是 我不管拿起来 还是放下一切 以成道为原则 因为我要成佛 就是这样 他对我成佛 有没有障碍 就是这样 你觉得没问题 你就拿起来 你觉得有障碍 就放下 你就不要碰 碰都不要碰 你就这样 但是已经碰了的 已经碰了的 就不要说 哎呀 老师你不早说 我已经碰了 但是他现在有障碍了 对我知道吧 好 无我 在这里边 练无我 练无我 因为你拿起来的时候 他碰了 首先 你面对这个 一般物质好 就是 就是说 他是个橘子 他是个怎么 你直接扔了他 但人情不行 朋友不行 爱情不行 亲情不行 你扔不了 是吧 他碰你了 你扔不了 那个时候 在里边练无我 当下 按住无我 永远不要 以自己的角色 撑起贪认 吃麦 以心之抱怨 秤恨 这就是休息人 应该注意的 有时候 就像 我拿自己的嘴 就像你修到一定时候 其实在很多地方 你是不需要的 比如可能办公室 你不需要 电套厂 你不需要 情侣你不需要 或者很多东西 你不需要 但是 那个缘需要 身边那个人需要 弟子需要 是吧 你父母需要 或者亲戚 孩子需要 那一刻 你觉得 你啥也不需要的 人历史怎么 人历史永远是 你需要的 你才去做 知道吧 你爱的 爱你的 你需要的 你会付出 全部付出 做得像个菩萨 但是如果你啥也不需要 你会做吗 一定要问问自己 当你说 你坐在这 你啥也不需要的 然后你会无怨无悔 你会请尽全力 去做一件事吗 去想想 这个时候就是 无我的正量 但是因为你做的 这件事 对他有利 就OK了 哪怕他只对 一个人有利 就OK了 在亲戚 有关爱情 都是这样 但是我们带着 其余 带着怎么 很多东西是 你每次介入的时候 伤害就来自于 你求的太多 就像工作也是 你进入公司 刚开始进入公司 大家就开始 求的是一份 生存 养家活口 但时间久了 求的很多 就不是了 而且还攀比 就忘记了初心 就是你的未来的成长之路 就开始模糊 就混淆 就不知道 好像这个公司 也安不住了 就不能生活了 但不代表你说 你不求 你轻轻 我去了这个公司 我是为了生存的 好 我找了一份工作 而且这份工作 很适合我 OK 安心 如果你做的好 老板自会给你加薪的 如果你做的好 你的心态很好 身为的朋友 去那些工作 同时自然会 慢慢的大家相处的很好 融洽 自然会发展 但是一有所求 你就会在这个公司 不安心了 你就待不住了 知道吧 其实就像大家 经常来稻草 是一样的 大家很多 说来稻草 老师我来稻草 打个义工 或者是什么 来那一科 是为了修行的 知道吧 但是半个月后 三个月后 为修行吗 修行不知道在哪里 觉得就开始 这个稻草不对 那个稻草不对 大家开始说 第一是平派 第二是觉得自己 修行不得罚 但是忘记了初衷 你来是干什么 就是这样 就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记住初衷 不管做任何事 包括谈恋爱 包括去做生意 都是一样的 你的初衷一定开始 就达到那个初衷就够了 你找个伴侣 你不是去依靠他 你要怎么样的 成龙变虎的 你不是依靠伴侣 或者是什么 那都是个对境 但这些你都要记着 记着你起步那一点 不要走走走就迷糊了 知道吧 迷迷糊糊的 知道 回到原点 回到原来的地方 再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